今天呢是前瞻计划轨道建设的工厅会 由于轨道建设呢是金额占比中最重的 所以各县市政府呢是积极出席要来抢预算 新北市长朱立伦呢首度出席了工厅会 谈到说怎么会亲自出席 朱立伦表示说是为了避免有人找借口 说他不认真所以决定要亲自出席 那另外呢台中市长林嘉龙也喊话 要代表中章头苗县市首长来争取经费 高雄市长陈菊也是突然现身 呼吁说中央呢不要重北侵南 要给高雄一个机会 在第二线由我们的团队副市长跟专业的局长 少一点政治的干扰 免得又因为政治的因素影响新北市的争取 但是看来这样子的做法 还会被误解为不够积极认真 就怕落人口实 新北市长朱立伦亲自出席前瞻计划第四场工厅会 因为这场工厅会主题是轨道建设 也就是各县市最想要的捷运建设 这些计划是我们在持续推动的 不是朱立伦发明的 也不是我们所谓的三环三线的政策而已 也是蔡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同样的政见 连蔡总统都被扯进来 朱立伦强调北部人口最多的县市就是新北 不少社会住宅也要建在新北 因此捷运建设有其必要 就怕抢不到资源 六都唯一的来与县市长辽洛奇 不过第一次出席的不止朱立伦 国家的发展都应该南北平衡 这个国家才是一个均衡的发展 那不能投重脚轻 这样不妥事 连在前瞻计划中分配到1800亿的高雄市都来了 更何况其他的地方县市 过去的建设是中北清南忘记台中 那几乎所有捷运的建设都集中在大台北地区 只有一个嘉义县 我们叫loser loser是住在地底下的 所有往前看跟往后看的前瞻计划 是对的思维 可是应该往上面看跟往地下看 上天下地这才叫公平正义 蓝绿县市首长为了得到中央关爱 前来工厅会作证 地方父母官大抢经费 有关的除了区域建设外 也牵动一张张基础选票 能否跟着稳固 欢迎新闻苏云坤 黄文成 台北报道 沙拉 沙拉 沙拉